这期继续分享《幻海》第74篇 今天的风很小 太阳很好 两人一前一后上了两架索道车 索道车滋滋呀呀地向上爬升 因为几乎没有风 所以 带兵还时不时地回头和向远舟喊话 而向远舟的后面 是他的一个保镖 其他的保镖 有的在山顶雪道 有的在山下等着 只有这一个会滑雪的保镖跟着 带兵没有恐惧 因为刚刚舔了一下 也有些困倦 为了让自己撑住别掉下去 他一直在对向远舟喊话 同时也是在拖延时间 只有高度足够 向远舟才有可能摔死 而现在的高度远远不够 向远舟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困倦 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困倦 虽然带兵一直都在叫他 可是他回答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了 你还好吗 带兵喊道 此时 高度已到了最高点 可是向远舟的求生欲 让他死死抓住了索道车的把手 并且试图系上安全带 因为从下道上时间很短 几乎很少有人会想到 系上安全带 尽管安全云不断地重复着安全警告 但是这些滑雪客都觉得自己是超人 带兵指着向远舟 开始召唤他的保镖 下一刻向远舟脱离了索道车 在七八十米的高度掉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都惊呼起来 带兵指着向远舟掉落的方向 让保镖跳下去 那怎么可能呢 我是他的保镖 又不是他的替死鬼 所以 从一开始 带兵就启动了反击模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摘清自己 这是带兵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 等到救援队开始救援 而带兵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他从高台一跃而下 滑雪的技术堪称专业 在保镖们还在忙着搜救向远舟的时候 带兵已经消失在了雪道的尽头 雪道的尽头有人在接应他 而接应他的人并不是把他送去机场 而是把他带回了美国 抄最近的路从卡尔加里一路南下 直达边境 从那里乘坐飞机飞往英国 不管向远舟是死是活 带兵都做了最后的努力 他如果还活着 那就是他的命好 他也是无能为力了 在登机之前 他给陈伯发了如下信息 向远舟可能死了 也可能没死 我飞英国了 估计我落地的时候就有 消息传回来了 但愿是好消息 此时 陈伯正在面对左文康和李源 陈局长有事 李源笑盈盈地问道 没事 工作上的事 现在再大的事 也不如接待你们的是大 对了 你们来了这么多天了 到这个时候才来找我 这是 有备而来了 陈伯也遇到 他在想 如果这一次 向远舟真的死了 这两位还有心思 在这里和自己畅谈吗 看现在这个架势 他们应该还不知道 向远舟出事了 这也难怪 向远舟出事 肯定是会从媒体上爆出来 而猎狐小组 一定被严防死守 他们知道信息的时间 应该比自己晚得多有些话 左文康不好说 所以这个恶人就由李源来当了 对此 李源提出过抗议 但是左文康说 这个恶人就只能他来做 因为他是女人 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陈伯不会和他一般见识的 而他适合做个合适佬 如果他们吵起来了 他可以出来平息事态 这个分工很正常 也很合理 李源无奈 所以每次对陈伯的话 都是李源来说 什么叫有备而来 你是不是有啥是瞒着我们啊 比如向兴国留下了不少财产 据说现在都在你手里 李源开始炸陈伯了 陈伯笑笑 摇摇头 问道 你的意思 是我和向兴国家是亲戚 李源接着就把白姐扯了出来 把他们知道的不知道的 有些纯属猜测的 一股脑倒给了陈伯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让陈伯知道 他们知道了不少事 如果陈伯是个聪明人 最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和他们合作 这样 自己才有可能会置身事外 而不至于被牵连进去 另外一层意思更狠辣 那就是 一个不是那么清白的官员 肯定会让任何想要重用他的领导 都会三思而后行 尤其是和向兴国扯上关系的人 哪个领导不是唯恐避之不及 李源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你不和我们合作 你将来的每一次升迁 我们都会建议当地领导 再考虑考虑 因为 你的身上 有很多的问题 都解释不清楚 陈伯文言 也只是皱皱眉头 没有反驳 对于对方的威胁 陈伯坦然受制 这个时候 他哪还有下船的机会 可以这么说 他最好的下船的机会 就是在把所有的材料 都交给了白杰之后 当他再重新掺货进来后 就再没有下船的机会了 高度的致幻药 掺进了棒棒糖里 虽然表面上也有 但是不多 为了防备自己拿错 两根棒棒糖 带冰装进了两只口袋 为了让向远周放松警惕 他和向远周上上下下滑了五次 这五次滑雪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这个时候 正是补充血糖的好时候 所以 虽然向远周平时 是极少吃这种纯糖 可是因为劳累 他还是在带冰舔了一下之后 张嘴笑纳了这颗棒棒糖铃 而跟在他们后面的保镖 因为向远周本身身体的阻挡 没有看到这一幕 要想找到向远周摔下去的原因 势必要做一些检查 而因为高处跌落 还需要为他先治疗骨折摔伤 而这也需要注射麻醉药 而前后的麻醉药 在他的血液里 混合到了一起 向远周中间醒过来一次 但是也仅仅是有 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还没等做手术的医生 和他交流 他就再没有醒过来 晚上十一点 在他被送到医院十个小时后 他还是没能挺过去 而在伦敦机场的戴斌 一直没有登机前往迪拜 因为还没有等来向远周的死讯 在过去的十二小时 这个世界上有 至少四个人等着他的死讯 终于 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 戴斌拉起行李 改签了飞机 他打算去迪拜疯狂购物 有遗嘱 孩子是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继承向远周所有的遗产 这是在他被枪击后立下的遗嘱 白杰作为孩子的母亲 也是他合法的监护人 同时也要监管向远周的一切遗产 但是白杰对这些不感兴趣 和那些公司比起来 向远周的遗产太少了 少到他说可以全部捐出去 但是白杰不能去加拿大处理这些事 因为齐先生害怕他一赤子出去不回来了 到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难缠的向远 周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分割之后 他就可以自由 在没有分割之前 他最好是留在国内 哪里都不能去 否则 他们会和陈伯算账 绝门的人始终相信 白杰的背后是陈伯 而且 陈伯有决定权 何永淼再次来到了福相县 偷偷来的 一直找到了陈伯的家里 开门一看是何永淼 陈伯很是恼火 恼火他们 为什么找到家里来 但是也无可奈何 因为在向远周死后 他明显地感觉到 绝门的人兴奋起来了 兴奋得有些危险 齐先生今晚过来 要到对面待几天 他希望在一周之内 把这事解决了 也希望这次分割在国外进行 到时候大家一拍两散 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何永淼说道 卧槽 你们疯了吗 最高检的人在这里呢 陈伯说道 他们很快就顾不上你了 何永淼的话云里雾里 为啥 因为李源 何永淼直接告诉了陈伯 陈伯一愣 咒媒问道 李源 什么意思 何永淼摇摇头 说道 具体的事情 我们还没搞清楚 但是在省城 有个我们的人 传过来一条消息 说是有人想要对李源不利 到底不利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人级别太低 没打听到具体的情况 所以 最高检的人 如果有情报来源 他们很快就会走 如果不然 李源很快就会遭殃 无论是哪一个 他们都顾不上你了 陈伯听了这话 几倍发凉 好一会 他才从震惊中醒悟过来 他阴沉着脸 低声问道 你知道对上面的调查人员动手 是什么后果吗 你知道汕头大火吗 你看看现在的汕头 一把火 把一个经济特区烧没了 你们居然敢这么干 你们嫌自己命长了是吧 何永淼文言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我们是一群有脑子的人 也是靠脑子吃饭的人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没有自己的黑手套 这也是一个向远州 就差点把我们难住的原因 要是有那么厉害的黑手套 向远州的事早就处理完了 李源的事 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算是挖地三尺调查 也不会查到我们头上来 何永淼很严肃地说道 陈伯眉头紧锁 问道 那是谁 不知道 我们不管那些 还是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吧 交割完后 一切就都两清了 你和白杰怎么处理那些财富 我们盖不过问 何永淼说道 陈伯明白 这是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再也没理由拖延下去 民宿的露台上 左文康和陈伯相对而坐 这一次李源没来 陈伯还很失落 因为他想知道李源到底得罪谁了 谁会对他下手 难道不知道他的老爹很厉害吗 李主任呢 陈伯问道 没来 身体不舒服 有些事也不适合让他知道 他在这里 你们三句话就对上了 想谈都谈不成 左文康笑笑说道 陈伯笑笑 刚刚想说自己以后会让着他点的时候 左文康开口 把他的话堵了回去 向远周死了 高山滑雪 和一个美丽的女郎 事后那个女郎不知所踪 我一直在想 到底谁有这么大的能量 派这么一个女杀手过去 把向家最后的希望也给灭了 左文康说这话的时候 死死盯着陈伯 陈伯淡淡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 白杰回月城了 可能不久就要去加拿大处理后事 他们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被打死了 还剩下这个小儿子 也是向远周唯一的后代了 陈伯从左文康的语气里听得出来 他很失落 这也难怪 左文康是个法律高材生 从毕业开始 就跟着师傅负责这个案子的后续工作 所谓的后续工作 就是隔一段时间去见见白永年 或者是想办法给白永年挖坑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 从一个英姿勃发的小伙子 到现在白了一半头发的中年人 自己都开始带徒弟了 而自己的师傅早已退休 已养天年了 追了这么多年 浪费了那么多的钱财和精力 到最后 人没抓回来 钱也没追回来 让谁都不会心甘 实话说 我昨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困意 我的青春付出了那么多年 恍惚之间 什么都没了 我知道向星国死了的时候 心沉了一下 但是我的精神告诉我 那个老不死的 死就死了吧 但是贪污受贿的那些钱 必须拿回来才行 所以 我又撑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 等来了这个最坏的消息 左文康无奈地说道 陈伯一直没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听着 自己隐藏得足够好 自己身上也差不多是足够的干净 所以 不管左文康说什么 自己听着就是了 无需有什么波澜 最后 左文康无奈地说道 其实 在确定了向星国的死亡后 这个案子就要结了 是我不甘心 我想着 能为国家捞回点东西来 所以我死皮赖脸地缠着领导 再给我一段时间 现在好了 向远州也死了 那些所谓的财富 谁见过 谁承认过 谁拥有过 又在哪里 左文康的反问 让陈伯心里难受 但是他能做得 唯独一言不发 左文康说累了 喝了口茶 看着夕阳西下 给了陈伯一个痛苦的表情 说道 陈伯 你说这是他妈的 他妈的 他妈的 他妈的什么狗日的事道 如果左文康喝了酒 发出这样的感慨 陈伯会深有同感 说不定还会附和几句 但是现在左文康可谓是神清慕名 既没有喝酒 也没有发疯 那么 作为他这个级别的人来说 在陈伯面前说这样的话 陈伯只会更加的警惕 甚至是连附和的表情都没有 陈伯茫然地看着远处的风景 他有些迷茫 迷茫自己到底什么地方 让左文康和李源又闻着味道赶来了 难道仅仅是因为白杰在这里吗 可是现在白杰走了呀 而且最让陈伯疑惑不解的是 他们来了之后 没有直接来找陈伯调查 而是去找了程志明 程志明能说自己什么好话 陈伯心里明白得很 所以也做好了准备 可是又让他疑惑的是 到现在为止 这两人对自己的态度还算是和善 按照自己和程志明之间的关系 他不把自己迈个干干净净 那是说不过去的呀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 程志明控诉他的那些东西 不和左文康 他们的胃口 他们不是奔着这个来的 绕了一圈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又重新来到了陈伯的面前 如何 李源见左文康回来 把翘在茶几上的脚收了回来 问道 装疯卖傻 哎 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就是 这个时候的陈伯 不是在南港时的陈伯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让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这样的成长速度呢 左文康摇摇头 表示自己百思不得其解 有些事情能让人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 就只能是自己闷着 比如 红杉杉来到了威安市 这件事 只有吴博宇一个人知道 在这里 红杉杉给吴博宇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故事 没错 她在加拿大油田项目的投资 有打水漂的迹象 前期操作的不规范 被人拿住了把柄 现在人家要她退出这个项目 而前期的投资 或许就只是投资了 回报是不可能有了 前期的项目投资 因为有向远州 这个省议员在 多多少少能唬一些人 可是现在 这个省议员 居然因为滑雪摔死了 当时红杉杉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感到简直是匪夷所思 可是当她确定了这个消息后 立刻赶往了加拿大 而在和向远州的保镖交流时 她拿到了向远州 最近交往的那个女朋友的照片 自从向远州死后 这女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难不倒红杉杉 只要是有照片 就可以把人找出来 哪怕你在外太空 不久 循着带兵这条线 红杉杉意外地发现了 她居然也是在几川省 这就是红杉杉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帮我找到这个女人 我有大用 那个死了的向远州 你知道是谁吗 红杉杉为吴博宇 带来了更惊人的消息 这个女人和向远州有啥关系 吴博宇看了看这个妖娆的女人 照片一眼 问道 我也想知道啊 据向远州的保镖说 这个女人出现在向远州身边 也是最近的事 没多久 向远州就出事了 尸体解剖 倒是看不出和这个女人有啥关系 再加上向远州的身份特殊 所以 这事也被按下来了 最主要的是 向远州在加拿大没什么亲人了 死了也就死了 妈的 老子那十几个亿美元 就白白损失了 红杉杉很恼火地说道 对吴博宇来说 查到这个女人的下落不是难事 只要是有照片 让公安部门比对一下 不就完了吗 于是 吴博宇叫来了自己的秘书 把这张图片发给了他 让他找省厅的人查一查 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吴副省长的秘书拿来了照片 要省厅的人帮忙比对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中国人 有没有在国内 这些都是一件就可以完成的事 但是该有的手续还是要履行一下的 于是 两个小时后 这件事会报到了施红聚的办公桌上 这倒不是因为施红聚大全独揽 事无巨系的都要管 而是因为这件事是吴博宇的秘书送来的 这就有点意思了 下面的人虽然不至于挑唆领导之间的关系 可是把另外一个领导交托来办的事 会报给自己的领导知道 这本身也是表示自己忠诚的机会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自己领导知道 那自然好 就当自己没说 可如果自己领导不知道这事 事后从其他渠道知道了 那自己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所以 会报是必须的 施红聚一开始被吓了一头冷汗 还以为自己和带路的事被吴博宇知道了 他这是来警告自己的 于是 他皱眉问道 是吗 这人是谁啊 我们已经比对过了 这个女人叫戴斌 她是 手下说到戴斌的时候 施红聚的心依然悬着 可是听了手下的全部会报后 才明白过来 很明显 带斌在外面惹事了 而且是惹到了大人物 人家才来查他的 施红聚点点头 要离开的时候 被施红聚叫住了 私自为别人查公民信息是违法的 你们不知道吗 以后这种事情没有我的签字 不许任何人私下查阅 谁要是违反 给我滚出去施红聚恼火地说道 属下很郁闷 本来是想来邀功的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秘书能拿到的 也只是户籍网上的东西 只是知道这个人姓谁名谁 住哪里 有无前科 很明显 这些资料难以满足 红珊珊的要求 她要知道的是 这个人和向远舟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在向远舟的身边 为什么向远舟死了 这个人就消失了 直觉告诉红珊珊 这是没那么简单 而且向远舟的死 也没那么简单 据说 向兴国当年搞出去几百个亿 不知道向远舟一命呜呼 是不是和那笔钱有关系 现在知道这是的 就剩下白结了 向远舟的遗孀 红珊珊说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 我找人好好查查这女人的底细 也难得休息几天吗 吴博宇说道 红珊珊摇摇头 说道 不了 我要去南边一趟 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吴博宇没有留她 吴副省长也有自己的事 吴博宇走后 红珊珊也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她带着三个人离开的 这三个人从始至终 都没在吴博宇面前出现 仿佛他们是隐形人一样 他们是红珊珊的保镖 红珊珊和向远舟不同 她不爱女色 她始终认为 只要是女人参与到自己的事里来 自己这件事就做不成 而现在 带兵的出现 彻底把她的十几个亿的投资 打了水漂 一个男人如果不好女色 会少很多的危险 暗杀大王王亚乔 能让蒋介石睡不着觉的人 可是最后也是死在了女人的背叛 红珊珊对这一点很在意 所以她的身边都是自己精心挑选和考验过的保镖 除此之外 她不信任何人 在前往福象的路上 他们早早地拐了个弯 再向前走 他们离福象县越来越远 这是红珊珊亲自挑选的道路 甚至除了吴博宇 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来过几川省 离这里越远 将来查起来 自己的嫌疑就越小 你在这里下车吧 试诚之后去对面等着 从那里一路南下 坐船到印度 然后再去美国 半年内 你不要露面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来过这里 红珊珊犹豫片刻 对其中一个保镖说道 保镖一声不吭 只是点点头 下车背包就离开了 车辆继续前行 拐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条路直达北原 这一路上 红珊珊都是或坐或躺的躲在后座 她真是觉得快要憋屈死了 但是没办法 她就得这么躲着 不能让人知道她来过这里 甚至是北原都不行 这一路的摄像头 给了她太多的麻烦 让她只想骂娘 保镖步行在国道边 当她到了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 坐在树下耐心地等着 到了这里 大货车会放慢速度 到时候她就可以从大车的后面攀牌上 搭顺风车一路南下 当然也不是什么样的顺风车都可以 她要搭的是那种带有棚布的大车 只有那种车才能掩藏她的行迹 茶还是咖啡 陈伯面对李源的突然造访 很是意外 咖啡吧 这里谁不知道 这民宿就是你陈大局长的第二办公地点 而侯小姐的手抹咖啡 让人赞不绝口 我当然要尝尝了 李源的话看起来是恭维 实则到处都是刺 一不小心 听了都扎耳朵 陈伯笑笑 说道 开玩笑也要有度 我可是有家庭的人 你这么明里暗里的暗示 会让人误会的 李源给了她一个白眼 问道 白杰什么时候回来 嗯 这我不知道 她可能一时半会不回来了 要去加拿大处理向远州的后事吧 还有 孩子独自一人在那边 她要尽快把孩子接回来 陈伯说道 她很清楚 李源就是来探听虚实的 既然这样 虚虚实实的就都给你 至于是虚实实 你自己去想吧 白杰很快就会回来 在对面带兵的地盘上 办理分割 一切都处理完了 陈伯和白杰他们 就和绝门的人再无瓜葛 陈伯虽然一百个 一万个不情愿 分给绝门一半 可是想想 这事没有绝门 是真的没有可能 做到这个地步 向远州的死 绝了很多人的念想 至少最高检的人 还会再盯着白杰不放吧 这很难说 但是很明显的一点是 向远州死了 最高检对这个案子的关注度 会有显著的降低 一来 白杰身在国内 最高检的人什么时候想查 来查就是 在国内谁有任何秘密可言吗 二来 白杰是向远州的老婆不错 可是他从向远州那里拿到的遗产也是有据可查的 清清楚楚 甚至向远州这 比财产或许还是他的合法所得呢 咋查 你帮我问问白杰吧 他还回来吗 不回来的话 我们就去北原或者是月城找他 这个案子总要有个圆满的结局才行吧 我们回去也好结案 李源一副遗憾的样子 问道 你们在这里还要待几天 陈伯昼梅问道 你问这个干嘛 李源警惕地问道 我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看看和你们的时间对不对得上 对不上的话 你们就去找他呗 咋了 陈伯昼梅问道 自从何勇鸟那个有的没的消息后 陈伯的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他现在是希望李源早点走 千万不要在浮象县出事 否则 这里有一个算一个 这辈子都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侯晓彤端来了手末的咖啡 李源喝了一口 发出了一声很有赞美味道的语气词 说道 哎呀 侯小姐 你真是嫌妻良母型的 不知道将来便宜了谁啊 李源这个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主 这话说就说吧 可是他说完这话的时候 扭头有滋有味地看向了陈伯李小姐 你要是喜欢喝 你天天来 我开始学拉花了 过几天给你做一杯 我还进了一台咖啡机 小十万呢 过几天来捧场啊 侯晓彤被人明里暗里的暗示一番后 高兴地离开了 陈伯没了好脸色 不过 李源不打算放过陈伯 他今天来就是为了奚落陈伯的 哪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呢 而且来了这里之后 经过调查 他们发现 陈伯这个人 看似低调 不显山不漏水的 可是他可不像是他表现得这么菜机 别的不说 这位侯小姐就是他带人赎回来的 虽然是花了钱的 可是花了钱也不见得就能从对面把人捞回来 甚至 后面又发生了对面有人过来绑架侯小姐 也是陈伯的参与把人救了下来 有些事他们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 肯定还会惊掉下巴的 看起来你这段时间很闲啊 陈伯不悦地问道 咋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喜欢给人做媒的人呢 你自己有主了吗 陈伯也遇到 没有 咋 你有想法 李源被激怒了 一脸的不屑 陈伯闻言 打了个响指 身体前倾 说道 你说得对 我还真是有些想法 不过 你肯定看不上我 李源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嘴里冒出来两个字 无耻 陈伯笑笑 向后倚在了椅子上 说道 要是没啥事的话 就赶紧回北京吧 这里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 这里很危险 对面的不法分子 时常会过来做一些违法的事 你们长期在这里 住着不合适 不管何永淼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 陈伯都希望 左文康和李源 都早点离开这里 别在这里 给自己添麻烦 但是有时候 好心很容易 被人当成驴肝肺 李源觉得 陈伯这么说 就是为了撵他们走 这怎么可能呢 通过和向远周接触 他们觉得 好像是摸到了一些事情的边缘 如果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或许他们真的可以 查清事情的真相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向远周好死不死的居然死了 虽然到现在为止 还没被列为刑事案子 但是他和左文康都觉得 这背后不简单 尤其是左文康甚至猜测 围绕在陈伯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了 否则 向远周的死哪有那么巧的 死亡的时间也太恰到好处了吧 带兵接到妹妹的市井后 很快就结束了在迪拜的疯狂购物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浮向对面的森林里 这里是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以他目前所经营的势力范围 没人能到这个地方来找他的麻烦 但是他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伯 陈伯这个备忘录一直都是沉默不语的 可是这一次破天荒地给他回复了 询问到底是谁在查他的消息 施红聚在主妇带路 最近少抛头露面的时候 也把这背后的原因告诉了他 就是想问问他 你姐在外面是不是惹麻烦了 不然人家怎么会拿着照片找上门来了 带路不知道这些事 只能是一五一时地告诉了自己姐姐 而这个时候 齐先生也到了对面 本来是想和陈伯在这里见个面底 但是考虑到黄飞张差点被拍到的照片 还是打消了这个主意 现在陈伯被最高减的人盯得死死的 和陈伯接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齐先生看着手机上带路发来的信息 片刻后 递还给了带兵 吴伯宇 他为什么会对你这么感兴趣 齐先生一问道 带兵想了想 自己这段时间所有的经历 甚至是把时间推到了一个月以前 都没想明白 自己和吴伯宇 到底有什么关联 会不会和加拿大的事有关系 带兵皱眉问道 齐先生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想不通 这是和吴伯宇 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要不我问问陈伯 带兵试探着问道 其实他早已把这个消息发给了陈伯 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齐先生表示了同意 带兵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最近的福象县很热闹 各路神仙都到了这里 好像要在这里开发会一样 这不 市局局长罗兴和 也到福象县来视察工作了 打着视察工作的旗号 其实是来找陈伯的麻烦的 当然了 他手里的王牌 就是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可是 不管施红聚是不是打过电话了 罗兴和再三研究后发现 那个人的背影根本不是带路 而在施红聚言辞强烈地训斥了他之后 天眼工程的比对结果显示 那天带路根本没有离开省城 他怎么会出现在所谓的福象县呢 所以 罗兴和断定 何勇鸟撒谎了 所有人都在帮着瞒着这件事 那这个人的身份就很有意思了 罗兴和带着照片来的 就是想敲打一下陈伯 你最好是老实点 别在福象县做妖 有些事情 睁一眼闭一眼就得了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都做绝 这几张照片是他私自留下 用来印证自己的想法的 他想看看 陈伯到底和这个人有多大的关联性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想知道 面对自己这个年轻的下属 罗兴和一直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陈伯扫了一眼 心里一惊 果然 这些照片虽然没有落到最高茧的手里 但是却落到了罗兴和的手里 这他妈的来视察工作 这明显是视察自己来了 陈伯摇摇头 说道 这个不能说 这是工作机密 而且我如果说了 会死人 死很多人 罗兴和哪会被他吓到 冷笑着把电脑关上了 他的手指敲着电脑的外壳 说道 你知不知道 我顶着压力把这事瞒下来 最高茧可是一直都在找这几张照片呢 你说 我该不该给他们呢 我觉得 给不给 都是罗局长的自由吧 再说了 罗局长如果打算交出去 又何必来找我 陈伯皱眉问道 罗兴和被陈伯将了一军 心里很不舒服 他本来是想着来找陈伯算账 能从陈伯这里得到一些什么呢 可眼下看来 陈伯仿佛对这是一点都不在乎那行 你等着吧 罗兴和打算收拾了电脑离开 罗局 好奇害死猫 你要是这么好奇地追查下去 到最后都没好日子过 你小子在威胁我 罗兴和回头看着陈伯 怒道 陈伯站起来 摇摇头 走到了罗兴和面前 说道 庄安哥的案子 就按罗局长安排的程序走 我不再多嘴了 反正他也是 郭奇正案的最直接的凶手 走完程序闭了 也就到此为止了 如何 罗兴和一愣 一开始有些不理解 陈伯为什么这么说 但是当他看到了 陈伯眼里的笑意之后 他的心开始抽抽 那位叶总也真是好手笔 一出手就是五百万 这么大一笔钱 得盖几套房子才能转过来 陈伯笑笑 伸手去拿罗兴和手上的笔记电脑 可是罗兴和不想给他 陈伯还是伸手要夺过来 罗兴和终于松手了 陈伯也松手了 于是 电脑毫无例外地掉在了地板上 啪的一声 甚是刺耳 你看你看 罗局 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让人修好 给您送回去 陈伯非常可惜地 捡起了笔记本电脑 其实也没摔坏 只是非要摔这一下而已 这样才能把东西留下来 陈伯虽然不相信 照片只存在这一台电脑里 但这是自己的态度 别拿这点东西来威胁我 老子不吃这一套 要想对轰 老子有的是炮 一个陌生的 从来没有在这个县城出现过的背包客 出现在了左文康和李源所住酒店的对面 这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饭馆 每天来这里吃饭的人有数 这位自称是来旅游的顾客 坐在店里 一边玩手机 一边看着对面的酒店 李源的形象 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烙印 所以 不管李源任何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都能在第一时间认出对方来 相对于用枪 他更钟情于用刀 因为在大陆 任何一起枪案 都会让自己危险加倍 枪案必破 大陆警方对枪案 有着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执着 但是 刀就没有那么惹人注目 这一次的任务 还有个最重要的麻烦 那就是 不单单是目标要死 还要找一个和他相仿的女孩一起杀死 没有其他理由 唯一的原因就是 要让李源的家人和警察相信 杀手刺杀李源 只是因为杀错人了 这就需要 不但要侦查到李源的住处 还要在他的住处附近 找一个和他差不多的客人一起除掉 而且 还得是先杀了李源 再杀那位倒霉的姑娘罗星河 到福象县来视察 最忙的不是陈伯 而是李宁贵 这可是难得的八戒领导的机会 而且 罗星河也把这个机会给了他 李宁贵看出来了 罗星河不喜欢和陈伯一起待着 甚至是晚饭的时候 都没有叫陈伯和冯天磊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于是 在福象县最大的饭店 最福楼 和罗星河有关系的这些人都聚齐了 杜青君坐东 宴请罗星河 当然了 还有李宁贵等人 但是唯独没有现在 福象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 席间 李宁贵有意无意地向罗星河叫区 说自己在福象县公安局 混得多么多么委屈之类的话 其实就是 在给陈伯上演要 若是在以前 罗星河一定会出言 帮着李宁贵说几句话 哪怕是给他画几个饼也好 可是这一次 罗星河居然默不作声 而且 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 杜青君及时朝着李宁贵使了个眼色 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 你们说这些都没用 人家站得正 走得稳 你们要真是想动他 就得拿出来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郭齐正的案子 在你这里多长时间了 有进展吗 为什么就落到了陈伯的手里 哪怕是找几个替罪羊呢 你们也得把事 做成了才行啊 以至于还要事理出面 庄安哥的事情处理得够到位的了吧 陈伯是怎么知道的 还把老叶也牵扯进来了 罗星河把筷子重重地放在了桌面上 众人无不一领 对罗星河来说 陈伯现在就是一只刺猬 他是自己的下属 在业务指导上 陈伯该听市局的 也就是听自己这个局长的 可是他发现 现在陈伯早已脱离了他的掌控范围 或者是自己根本就没有掌控过他 虽然陈伯在万阳的柱里 只有利丰民一个人 可是因为一些案子的特殊性 陈伯的身后仿佛站着千军万马 最让罗星河不理解的是 陈伯和带兵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 陈伯怎么敢和叼成双的女人搅和在一起 这也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尤其是查到带路的时候 施红巨亲自给自己打电话 把自己好一顿训斥 他从政以来 就没有这么被训斥过 他听得出来 施红巨是真的恼火了 这就等于是抓到了施红巨的痛点 这让罗星河心有余悸 更让人害怕的还在后面 自从发生了调查 带路被训斥之后 他尝试着联系省厅 想要去向市厅长汇报工作 无一例外 都被省厅办公室给拒了 一句话 领导没时间见你 就这一句话 你回去好好反省吧 陈伯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电脑上的照片 有自己的 也有何勇鸟的 还有那个黄飞章的 只是黄飞章确实是只拍了背影 到现在 陈伯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 虽然罗星河来势汹汹 可是他也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就没多大问题了 只要自己和何勇鸟 一口咬定的是同一个人 那就问题不大 陈伯给何勇鸟打了电话 罗局长今天来找我了 看来还是不死心 给我看了照片 让我把照片和电脑都留下了 他说了 那个人不是带路 看来他还是忍不住自己的好奇 查了带路 这么好的机会 不能错过吧 陈伯笑问道 对于罗星河 根本不用陈伯出手 只需要把这个难题交给何勇鸟 他和他背后的人 就知道该怎么处理 毕竟 黄飞章是他们的人 要说真和自己有啥关系的话 那就是 他不好对最高检的左文康交代 既然有些事情不好交代 那就得舔着脸巴借一下 所以 陈伯买了不少熟食和水果 又带了酒 去了左文康所在的酒店 很明显 是想和他们喝点 进了电梯 陈伯看到一个背包的男人 光面无虚 戴着眼睛 看起来丝丝纹纹 只是背着的包 有些重量的样子 陈伯看了一眼电梯的案件 恰好也是 自己要去的楼层 陈伯站在前面 通过并不是很光洁的电梯 不锈钢内壁 看着后面的人 说不出哪里怪异 就是觉得这人确实有一种生人物尽的味道 这是一种长期当保镖养成的气质 其实这个人是杀手出身 只是这些年跟在红杉杉身边 他的杀手身份淡了很多 取而代之的是满身的防御气息 陈伯出门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也看了陈伯一眼 抱以微笑 你来得够快的 李源开的门 他听说陈伯要来 早早地来到了左文康的房间里 他们在猜测陈伯来这里的目的 李源现在很烦陈伯 是那种打心底里的烦 因为这家伙太狡猾了 自己在他这里 从没占到过任何便宜 人就是这样 你不让我占便宜 我就很烦你 再加上他这辈子到目前为止 从未受到过任何的挫折 恐怕最大的挫折 就是跟着左文康 办理白永年的案子 但是却一直不得要领 尤其是在白永年死后 在和陈伯对阵的时候 让他一步步看到了 人性是怎么变恶的 一开始 陈伯还是个比较好打交道的人 这是李源对陈伯的第一印象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 他发现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就像是徒手包洋葱 越是里面 越是辣得厉害 面对李源的冷嘲热讽 陈伯不在意 因为在意也没用 他的理解是 这些人对自己本身没有恶意 大家所有的误会和冲突 都是工作而已 站的位置不一样 自然是会吹到不一样的风 这没什么好计较的 这个时候是敌对关系 说不定下一次面对不同的事情时 大家又都是朋友了一切的关系 都是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陈伯早就从白永年的教会里 懂得了这个道理 懂得道理 并不一定能用得熟练 这中间还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练心 不断地用各种事情证明这个道理 直到把这个道理 深深地印到自己的屈窍里 这才是自己的东西 才会用起来熟练的如臂指使 要想达到老白的地步 陈伯自认为自己还要再练习三十年 单单从白永年在老李和罗阳无声地对阵这么多年 陈伯就自认为自己 可能永远也赶不上白永年的一半 换了自己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和罗阳撕破脸了 这些都是我亲自买的 我先吃 你们再吃 保证没有毒药之类的 陈伯摆上了韭菜 看着这两人看着自己一动不动 开玩笑的 这就是差别 就是这样的差别让李源难以忍受 因为在这之前 陈伯是绝不敢这么对待自己和左文康的 这家伙现在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我不是派你给我们下毒 你也没有那个胆子 是我们吃过了 左文康点了支烟 说道 陈伯也放下筷子 双手扶在膝盖上 看着左文康 问道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李源文言一愣 随即就要开口息落陈伯 但是被左文康制止了 这里有很多问题 比如你 比如白杰 你们都是和向远州有关系的人 这些问题没有调查清楚 我们怎么走 要不你跟我们回北京吧 到时候 就近协助我们调查 管吃管住 没问题 你想要去管吃管住的地方 我们可以提供 李源终于忍不住了 以左文康对陈伯的理解 这家伙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地 撵自己走 这样做太明显了 也太没脑子了 而且 李源业于完成博后 陈伯并未理会他 而是直直地看着自己 你听说什么事了 左文康问道 我来了这里之后 尤其是郭齐政局长的案子 现在也算是破了 凶手抓到了 也激活了一些线人关系 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有迹象表明 有人会对你们不利 陈伯仇没说到 他不可能说是何永淼 透露给自己的信息 只能是把这个信息 推给线人 一开始他也不信 左文康和李源 都是最高检的人 谁会对他们不利呢 可是他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两人可是来调查自己的 一旦他们出了问题 那么他们追查的目标 无疑会重新锁定自己 到时候挖第三尺 可就不是现在这种调查手段了 可见 为了嫁祸给自己 有人一旦做了这件事 陈伯到时候 想跑都来不及 跑了 说明他们的遇刺和自己有关系 不跑 打也要把你打承认 这是和自己有关系 所以 一旦这种事发生了 自己无论有几张嘴 都解释不清楚这么多年 来来回回的查案子 你以为我们是下大的 你以为我们没有收到过威胁 左文康不屑地问道 陈伯一开始没吱声 过了一会 抬头看向李源 问道 你不在乎自己的安全 没事 那他呢 他要是出了事 谁来承担责任 你 还是我这个公安局长 李源的身份 陈伯也早就查得差不多了 确实惹不起 这两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了问题 他爹能把自己查得 在国内待不下去 所以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这两人送走 只要是送出了几川省 是死是活 和自己都没多大关系了 在福相县出事 这责任太大了 陈伯一句话 把左文康刚刚升起的豪气 吹得干干净净 左文康也承认 李源在这里在自己身边 确实是个很大的麻烦和目标 陈伯又看向左文康 李源刚刚想发火 说自己不要他管 又看到 陈伯这个鸡贼的样子 于是忍住了没骂 陈伯身体前倾 看着左文康 说道 左主任 你查的案子 和他爸查的案子比起来 咋样 陈伯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 再说下去 就是僭越了 接着 陈伯又说道 这里距离边境线十几公里 摩托车一脚油门的事 上一次侯晓彤 就差点在酒店里被人绑走 要不是他 带着好几个保镖 以及当晚和人换了房间 这会到底是什么结果 我也不知道 陈伯拿着是说事 就是想告诉左文康和李源 这里并不安全 你们不要以为没人敢动你们 真要是下手了 立刻跑出去 你们还真不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李源出了事 他爹能饶了谁 你想怎么办 左文康此时伸出手 捏了一粒花生米 问道 陈伯当然是想好了来的 嘿嘿一笑 说道 两个方案 第一 你留下来 或者是换个助手来 把他送走 第二 你们都不走 也不换人 我安排县局里的人 跟着你们 他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其他一概不问 如何 第一个方案是给李源挖坑 第二个方案是给他们俩挖坑 能干的秘书 相当于古代官员的幕僚和管家角色的叠加 吴伯宇看着眼前的材料 眉头紧锁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向红杉杉汇报自己得到的消息 这不仅仅是一份关于带兵的调查材料 还牵扯出来一大堆的人 至少还有一个叼成双和诗红聚 对于诗红聚 吴伯宇和他的交集不多 因为他主要的工作还是警察那边 而自己也不负责治安之类的工作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诗红聚和雕成双居然有这层关系 他们都有一个情人 而他们的情人是一对双胞胎 这等于是 连金 而戴兵在万阳期间 扮演的是雕成双白手套的角色 打着雕成双的旗号 搞走私搞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福向县跨境走私打击力度不够的原因吧 有市委书记在背后撑腰 得是多头铁的人才敢去打击戴兵的走私呢 可是吴伯宇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 戴兵和向远州有啥关系 为啥非要去加拿大除掉向远州呢 这两人有利益关系吗 随着材料的翻阅 越来越多的人浮现出来 当然 这些都是能查到的资料 也就是说 这些人都曾在水面上浮现过 至于深藏水底的齐先生 没有出现在这份材料里 能在短时间内查到这个地步 已然是很不容易了 自己这个秘书很能干 也很有做幕后工作的潜力 吴伯宇把这些主要人物摘出来 写在一张空白纸上 看着这些活生生的名字 吴伯宇想了大半个晚上 依然没想通这些人之间有啥关系 阻止调查带兵的人是施红聚 这么说来 施红聚一定和带兵认识 或者是有比较深的关系 这个关系 不应该只是局限在 他是带路的姐姐这层关系上 从时间线来说 带兵在国内的轨迹 最后是消失在了浮象县 当然 这肯定是天网工程的功劳 在带兵消失的浮象县 这条线的最后 出现了一个 自己久违了的名字 陈伯 他记得 上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红杉杉打来的电话 让他关照一下这个人 还特意地解释说 这个关照 就是别让他好过了 自己随后 就把这件事 交给了浮象县县委书记 钱志强 从那之后 这个人就在自己的耳边消失了 现在 这个人又冒了出来 杀一个人很容易 但是做到这个被杀的人 死得合情合理 这就很有难度 在过去的这几天里 杀手有好几次 可以单独杀死李源 但是要做到杀死他后 再在这家酒店里 找一个和他差不多的女孩一起杀死 以做到杀错了的错觉 属实不易 因为很难把这样两个人凑到一起 可是老板的死命令是 宁肯晚一点 也要做到万无一失 因为这个女孩的家庭 好像不简单 所以 在老板联系自己的时候 把这几天的情况都汇报了一下 包括县公安局 对两人加大了保护的力度 而且县公安局局长 经常和他们一起出入 这给自己的行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红杉杉很清楚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最主要的是 李源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边境线上 那里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可是他在接到了杀手的汇报后 觉得这件事也不是非作不可 于是 在杀手忙活了几天之后 红杉杉让他先暂时停下 不要再有任何动作了 等消息 老板的命令就是圣旨 哪怕是前面做了再多的命令 也要当即停下 隐藏起来 以待时机 吴博宇没想到 自己刚刚把带兵的材料 发给了红杉杉 这家伙又来慰安了 没办法 还得继续招待 不可按照陈伯的计划 白杰先回加拿大 处理向远州的后事 接着把孩子也接回来 这样就可以在国内找机会 和齐先生进行交割了 可是商量了好几次 齐先生就是不同意 非要先交割 否则 白杰不能踏出国门半步 不然 大家合作的信任基础就没有了 陈伯说自己可以做担保 白杰一定会回来的 但是齐先生信不过他 而且他已经去国境县等着了 就等白杰把东西带来 大家分割完毕后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无奈之下 白杰也只能是回月城找顾清远 先把材料拿回来 然后由陈伯陪着过去建决门的一行人 分割完毕后 也算是两清了 以后谁也不找谁的麻烦 一大早 陈伯刚刚坐进办公室 意外地接到了钱志强的电话 钱志强在电话里很热情地要他 马上到自己办公室来 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和他商量 陈伯有些意外 但是也没多想 直接去了县委大院 钱志强一看到陈伯进来 立刻给他泡了茶 好茶 钱书记 是不是侯敬国投资的事 不是定下来了吗 陈伯咒没问道 投资的事早就定下来了 过几天就要动工了 这是你不用操心 我都安排好了 到时候你出席就行了 你一定要出席电机一试 钱志强把茶杯端给陈伯 陈伯急忙站起来 双手接过来 那是 省里有个大项目 你要跟我去一趟 啊 项目的事 我不知道咋搞 这是不该是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县长负责吗 陈伯诧异地问道 钱志强摇摇头 说道 他们有几斤几两 我还能不知道 现在为了招商引资都打破头了 说到底 除了资源之外 最重要的 就是当地的营商环境 我带你这个公安局局长兼副县长去 这营商环境算是一个承诺 除了我这个书记 最先认识的人就是你 你说我们这个态度是不是到位 钱志强说的 唾沫星子横飞 眼前的茶没了喝下去的欲望 陈伯清楚地看到了杯中的连衣向外面一圈一圈地散去 好 没问题 什么时候走 我回局里安排一下 陈伯说道 可 打个电话安排一下就行了 这就走 马上走 我们一辆车去省城 钱志强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陈伯没什么可说的了 路上给冯天蕾打了个电话 安排了一下局里的工作后 就跟着钱志强去省城了 但是上了车 陈伯在问关于项目的事实 钱志强没有了兴趣 好像对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关心了 只是敷衍说 这个项目流程走得差不多了 陈伯去就是临门一脚的事 到了就知道了 在这之前了解的再多也没用 虽然陈伯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可是也说不好哪里不对劲 果然 所谓的去见项目老板 根本就是扯淡 当车到了省城后 被直接带到了省政府副省长吴伯宇的办公室 吴伯宇是官 陈伯也是官 还是吴伯宇的下级 叫他来本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却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吴伯宇是官 但是这个官不是为他自己做的 有时候他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因为要对为自己争取这顶帽子的人负责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底线 那就是不能杀人放火 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当红珊珊让他把陈伯叫到省城的时候 他心里有些不安 在这之前 红珊珊曾抱怨过关于陈伯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对这个叫陈伯的怨念甚深 吴伯宇曾建议由他对陈伯进行打压 渐渐把陈伯挤出官场 只要是把这人挤出去了 很多事就好办了 可是红珊珊不同意 只是吩咐吴伯宇适当地照顾一下就可以 至于照顾到什么程度 没说 但是红珊珊这次从国外回来 尤其是加拿大的项目 有可能会泡汤后 显得有些急躁不安 有些行为也显得有些怪异了 比如要开车回北京 这么远的路 在自己把带兵的材料刚刚汇报上去 红珊珊就急匆匆地又赶回来了 这里面到底瞒着自己多少事 自己可以是你们家老爷子的一条狗 但是可不是你的狗 你是你 你家老爷子是你家老爷子 你对我可没有一丝的恩情在里面 所以 红珊珊吩咐吴伯宇办的事情 她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照办不悟 可是也会主动进行甄别 否则 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一句话 我当狗可以 但是你要狗随时去死 狗不干 陈伯也没想到 自己被带来见吴伯宇 进门之前 钱志强小声说道 这是吴省长亲自安排的 在见到他之前 不能说是来见他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待会你自己进去见领导吧 钱书记 你这是 小陈 小陈 你也体谅我一下 领导找你 肯定是好事 你不用害怕 我保证不是坏事 真要是坏事的话 还用在这里见你吗 这是啊 这是省政府说明要谈的是公事 钱志强忙着为自己辩护 陈伯不是害怕 是暗地里骂自己蠢 从福向线上车 钱志强就在没谈过项目的事 自己早该想到这一趟省城之旅 八成和项目没多大关系 可是依然来了 直到进了省政府大院才明白过来 这脑子转的也太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领导要见我 我还能不来吗 你还用这种手段 钱书记 你这还是信不过我呀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说啥都晚了 只能是尝试着 从钱志强身上捞点好处了 否则 自己这一次被坑得太难受了 陈伯跟着吴伯宇的秘书进了电梯 钱志强连进来的资格都没有吗 恐怕不是 陈伯在想着 这位吴省长见自己到底什么意思 关于这位吴副省长 陈伯知道一点他背后的关系 无非就是红珊珊家族的其中一个代言人而已 或者是门生吧 难道现在已经到了 需要吴副省长出面和陈伯对战的时候了 不至于吧 自己有那么大的面子 待会见了领导 知道一些基本的礼仪吧 秘书看着陈伯呆呆的样子 提醒到陈伯点点头 秘书又问 以前见过大领导吗 见过 在粤城的时候 见过当时的省长魏阳斌 他后来跳楼了 听说现在还在监狱里 在北园的时候 见过庞国安书记 现在也时常打电话 联系过问 我的工作呢 这算吗 陈伯笑笑问道 从此开始 秘书再没问过一句话 陈伯在秘书的带领下进门的时候 吴伯宇并未工作 而是站在办公室里 坐着甩臂的运动 好像是刚刚进行完长时间的服案工作 站起来活动一下 领导 人来了 秘书小声会报道 哦 好 进来吧 吴伯宇说道 于是 陈伯从秘书的身后闪出 进了办公室 吴伯宇依然做着运动 但是目光已经集中到了陈伯的身上了 他看了一眼秘书 秘书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吴绳长好 陈伯双手放在两侧 微微攻身 问候道 好 好的很 坐吧 我这里没那么多的规矩 坐下说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吴伯宇率先坐下了 陈伯走过去 坐在他的鞋对面 不知道 我来了几川省 就一直在浮象县工作 陈伯做沉思状 那意思是 自己好像没什么地方 和吴副省长有关联 吴伯宇给自己倒了杯茶 浅浅地喝了一口 说道 去浮象县 是我安排的 对那里还满意吗 还可以 我这人很能适应环境 什么样的工作对我来说 都不是什么难事 陈伯说道 不卑不亢 坐姿也很好 虽然屁股坐在沙发上 但是背部挺直 一看就是军人做派 当过兵 当过 打过仗吗 打过 那好 这年月还能捞到仗打 那一定是个爷们 我想 我问你的话 你也不会藏着掖着吧 吴伯宇冷不丁 换了一个问题 会 主要看领导问什么问题 陈伯依旧是不卑不亢 吴伯宇以为自己这种绕口令式的问题 会把陈伯绕进去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陈伯还当过预警 审讯的一个技巧 就是云里雾里的 问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忽然又会回到案情本身 这是考验犯罪嫌疑人思维的时刻 先是诱导放松 接着极限施压 吴伯宇微笑着说道 红先生来威安了 要见你 见我 对 所以 在他见你之前 我先见见你 有些是想问问 你可以回答 也可以不回答 无所谓 吴伯宇很淡然地说道 陈伯点点头 他还是有些不明白 吴伯宇叫自己来这里的意思 如果说自己和红杉杉有什么关系 那除了北原的那些烂事 也就没别的了 到这个时候 陈伯依然没有和白杰向远州联系起来 因为红杉杉和向远州的关系 有多么复杂 陈伯不知道 白杰也不知道 向远州只是和白杰提过 他棒上了一个 国内很有势力的三代子 但是白杰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也没见过这个人哦 可是陈伯知道红杉杉这个人 当然 这也是自己被扔到浮象县来的原因 都是拜这个人所赐 北原的事情还没结束 或者说 根本就没有开始 庞国安的动作迟缓而无力 到了他这个层次 顾忌的事情一定不简单 虽然罗阳云里雾里地说了一些 陈伯也表示理解 自从离开北原后 就再也没有关注过北原的事情 就是不想让罗阳为难 你见过红先生吗 吴伯宇问道 没有 我和红先生没打过交道 只是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这个人 我也知道 我从北原来这里的原因 不过 这都没啥 我在这里工作得还不错 陈伯重归重矩地说道 吴伯宇盯着陈伯的眼睛 看了好一会才说道 他为什么要见你呢 你自己没有预感吗 或者是你 做了什么事 需要他见你这样的小人物 有什么事和我说 就是了 还用亲自来见你 这是吴伯宇很难理解的事情 他之所以想先从陈伯这里知道答案 就是想知道 红珊珊要干什么 他不想让红珊珊 在自己的地盘上 干一些出格的事情 因为出了任何事 都是需要自己出面擦屁股的 对于这些 从小在权贵之家成长起来的人 吴伯宇很清楚 这些人做事的方式和手段 所以他想先搞清楚 陈伯和红珊珊 到底有什么瓜葛 才好从中斡旋 一句话 他不想在这件事里栽根头 陈伯任真的想了想 摇摇头 他确实想不起来 自己和红珊珊之间的过节 除了北原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 但是北原的事情 除了水利学院那些事之外 庞国安再没有动作 这是妥协了 既然妥协了 红珊珊再来找自己干嘛 算账 你要是想起什么来 我或许还可以帮你 想不起来 那就算了 等你见了他再说吧 吴伯宇很是失望 他早就听说过陈伯了 今日一见 果然有点意思 别的不说 下面的人来找自己汇报工作 别说是一个副县长了 就是副市长来了 都是战战兢兢 自己的严格 早已名声在外 但是这个陈伯 好像一点都不紧张 紧张不紧张 自己还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 他对陈伯的印象是 这个人对权威的人和事 缺乏基本的尊重 陈伯被秘书送到了楼下 此时 钱志强正在打电话 在陈伯走过来后 电话也结束了 陈伯没有打招呼 静止坐到了汽车的后座上 钱志强也拉开了车门 坐了进去 领导说 送你去西郊别墅 钱志强此时表现得 倒像是陈伯的秘书 陈伯点点头 也懒得和钱志强废话 钱志强很识趣地没有吱声 于是 车里只是发动机的声音 这两人 一个闭目养神 一个看着车窗外 好像都在极力避免交流 陈伯想了很长时间 也没想明白红杉杉 见自己的目的 不过 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 无非是对北原水电学院的事情进行报复呗 就算是报复 还能对自己怎么样 他想起了关初夏的话 大不了辞职不干了 回来带孩子 钱志强接到的指令 是把陈伯送到西郊别墅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所以 陈伯把玩手机的时候 他并未阻止 作为一个男人 现在的情况是 把玩手机和抽烟 是一样的消遣方式 在这一刻 他忽然想起来 给带兵发了一条信息 说自己 正在被带着 去见一个叫红杉杉的人 可能这两天 不能回府向线了 见面的是回头再说 发完之后 这条信息就删除了 除此之外 没有再给任何人发信息 他从吴伯宇的眼神里 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紧张和恐惧 这种眼神通常都是在新的犯人来监狱时才有 一个堂堂的副省长 怎么会有这种眼神呢 带兵把他当作了备忘录 而此时 陈伯也把带兵当作了备忘录 同样的 大家都默契地没有回复 只要这边显示发出去了 那边一定会收到 只是时间问题和信号问题而已 一片普普通通的别墅区 一栋普普通通的独栋别墅 院子很大 邻居很远 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的杀人埋尸的地方 一样的 钱志强到了门口 连车都没下 在陈伯下车后就走了 门口有人在等着了 陈伯走过去的时候 从这人的脸上表情就可以看出 他很紧张 因为他也觉察到了 陈伯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或许只有他们这种人才能相互感觉吧 进门的时候 有人拦住了陈伯伸手到了他面前 陈伯皱眉问道 什么 武器 陈伯笑笑 说道 大陆治安很好 没必要出门买东西 还要带把枪进来 但是他们不信 依然搜身了 奇怪的是 他们从陈伯的身上 没找到任何的武器 这让他们很佩服 更加的看不懂陈伯了 陈伯颠量过 如果真要打起来 不动枪的话 这俩人不够自己打的 但是屋里还有四个 这一次 红杉杉是真的做足了准备来的 陈伯坐在客厅里 周围四个角都站着人 门口还有人守着 但是要见他的红杉杉不在这里 或者是在楼上 这是要靓着自己呢 于是 陈伯坐得舒舒服服的 闭目养神 他没有动这里的一针一线 一滴水也没有喝 尽管这几个保镖 给他泡了好茶 陈伯颠以为 这只是在靓着自己而已 一般这不都是大人物 见小人物时的心理战吗 但是后来陈伯才知道 这还真不是 因为红杉杉在等另外一件事情的成功 那件事不成功 这边谈成的成功率会大打折扣 陈伯在这里傻傻地 等了五个小时 直到天黑了 红杉杉还是没出现 陈伯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站起来 也没有上厕所 更是米水 未尽一粒一地 红杉杉就在楼上 楼下的情况 她清楚得很 不时地看一眼监控 只是她的注意力 不在陈伯身上 而是在千里之外 直到有了确切的答案后 她才实实然地 从楼上走下来 这是陈伯第一次 见红杉杉 以往都是耳闻 这一次 算是见到真人了 红杉杉没有和陈伯客气 陈伯也没有站起来 恭维的意思 把老子请到这里来 躲着四五个小时不见 啥意思 你很有本事是吧 带兵在哪 红杉杉问道 陈伯心里咯噔一下 这家伙不是奔着北原的事来的 不知道 好像是出国了 陈伯淡淡地说道 你和带兵是什么关系 红杉杉问道 陈伯摇摇头 说道 没什么关系 只是凑巧认识 他向我提供了一些扶向线案子的线索 我抓到了人 破了案 就这些 红杉杉摇摇头 说道 你这个人 不老实 陈伯梅之声 面对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没有解释的必要 他又不是聋子 你说我不老实 那就不老实吧 无所谓 带兵杀了向远舟 对吧 我想了很久也想不明白 带兵和向远舟有啥关系 后来一路查过来 发现带兵和你 有关系 而你和向远舟的老婆白杰有关系 你和白杰的老爹白永年关系密切 甚至是为他养老送终的 外界传闻 向新国出国时 捞了很大一笔钱 但是这些年 没人知道这笔钱的下落 想来是落到了白永年的手里 而现在呢 到了你的手里 对吧 红杉杉笑问道 陈伯摇摇头 说道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笔钱 也不在我手里 我的财产 你红先生 要想查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还用把我交到这里来 哦 对了 在来这里之前 吴副省长把我交到了省政府 和你说的这些话差不多 但是 吴副省长比你的态度好 这时陈伯脑子里的灵光乍现 他不知道 吴伯宇和红杉杉是不是合谋了 吴伯宇在前对自己进行安抚 安抚的目的 当然是获得有用的信息 这是利用权力的作用 给自己施压 因为一个领导问你 这本身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红杉杉是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这么多人把自己叫到别墅里来 在这样的环境下 很难不让人心生恐惧 陈伯这是在告诉红杉杉 你这是软得不行 来硬的是吧 但是他也是在赌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自己来这里之前 去省政府这事 或许红杉杉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接送自己的 都是吴副省长的人 也就是县委书记钱志强 但是钱志强和红杉杉的人 没有丝毫的接触 如果他们是合谋 钱志强怎么也得下来 和红杉杉的人寒暄几句吧 在等待的这五个小时里 陈伯把钱志强接到自己 到现在的经历 以及吴博宇的每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 都做了无数次复盘 一句话 红杉杉给陈伯的时间太多了 所以 虽然红杉杉张口就问带兵 陈伯的脑子也不算是太乱 在高度集中精力的情况下 最忌讳的就是信息过载 导致大脑一时间思维跟不上 从而在组织语言的时候露出破绽 但是现在北原的事情 已经被陈伯复盘到烂了的程度 剩下就只是针对目前的问题了 这些问题对陈伯来说不算啥 因为这些问题 也是他要应对最高减的 左文康和李源的问题 只是回答的对象不同而已 果然 在陈伯说完这话后 他看到了红杉杉眉心处 短暂地出现了一道很轻微的褶子 那是皱眉的意思 只是一瞬间 陈伯仿佛是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带兵杀了向远舟 这是你不否认吧 陈伯摇摇头 说道 我知道向远舟死了 但是这是是不是带兵干的 我还真不知道 对了 带兵现在就在浮象县对面的林子里 你可以派人去把他找回来 嗯 威安市市长刁成双也拜托我找他呢 他们的关系不一般 这个 你可以问问刁市长 陈伯说 这些毫无心理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 最好把整件事情搅混 搅和得越混 红杉杉从中找到线头的难度就越大 但是红杉杉不上当 她没时间理会带兵的那些烂事 既然找不到带兵 那就找你吧 你就在我眼前 我找你不比找那个贱人好得多吗 再说了 老子要的是钱 又不是为向远舟报仇 他死不死 关老子什么事 这样吧 我也不为难你 我在向远舟那里 投资了十几亿美元的项目 现在呢 人家要我滚蛋 这笔钱极有可能会打水漂 你和白杰把向远舟老子捞的那笔钱交出来 你 带兵 还有白杰 我都不再追究了 如何 红杉杉很奖励地说道 陈伯听了叹口气 问道 你觉得我像是掌握向兴国那笔钱的人吗 你不信可以把我过去这几年都查一遍 看看我像是 吞了所谓的那笔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的钱吗 红杉杉的脸色很阴沉 低头拿起烟盒 磕出来一支烟 在她低头点烟的功夫 在陈伯身后角落里 保镖行动起来了 她的手一抖 手里多了一根看起来像是细钢丝一样的东西 静止走向了陈伯的背后 声音很轻 但是此刻的陈伯精神高度紧张 他不但是要防备着身后角落里的两人 还得看着对面的两人 于是 在那人伸手要将钢丝线套到陈伯的脖子上时 陈伯突然坐直了身体 并且迅疾弯腰缩头 身体前倾 手伸向了桌子的方向 陈伯脑子后面有眼睛吗 没有 但是她的耳朵能听到背后的脚步声 虽然细微 但是却足可以让自己警惕加倍 不管这个人是来干嘛的 但是这个时候冲自己来 就不是什么好事 他断定 红杉杉不一定会杀人 可是吴伯宇的眼神 让自己心有余悸 那种紧张和恐惧的眼神里 写满了担忧和无奈 所以 不管后面这个人是来干嘛的 自己都得有所反应才是 退一步讲 就算是这个人 不是针对自己来的 一旦被人拿住 那也得先受罪不适 万一吃了暗亏 那自己上哪说理去 而且从进门开始 他就看出来了 这些人虽然和自己不是一类人 但是他们也都是血里滚过的人 要说他们身上没有人命 陈博是不信的 所以 当他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尤其是在红杉杉出现之后 他的精神就高度紧张起来 今天的紧张 比自己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厉害 因为以往执行任务的时候 手里有家伙 而且背后有自己的战友 但是现在 只有他自己 此时 红杉杉低头点烟 打火机的声音响起 而身后朝自己走来的人 也到了沙发的后面 在他伸手将要把钢丝 套到陈博的脖子上的时候 他发现 陈博的身体和头 都脱离了自己原来预定的范围 也就是说 在他的绳套递出去的时候 陈博就已经逃脱了 而他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虽然这个决定是下意识的 他继续向前 想要让自己的绳套 追上逃离的陈博 但是他的身体被沙发挡住了 要想把绳套套在 陈博的脖子上 他的身体必须前倾 于是 他的身体腰部以下 压在了沙发背上 因为重力的原因 真皮沙发受力 发出了咯吱的声音 这是只有真皮沙发 才有的反应 如果是不易的沙发 这样的声音就会小很多 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 这一次 陈博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不怀好意来的 他伸向茶几的手 摸到的是那个硕大的烟灰缸 这是一整块水晶雕琢而成的烟灰缸 就摆在长条茶几的正中间 0 当那名保镖的身体 压在了沙发背上 双手向前伸 想要套住陈博的时候 陈博也摸到了那个 20厘米见方的烟灰缸 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判断 他还稍稍扭头 确定了这个人确实是袭击自己 于是 他的手捞起了烟灰缸 直直地朝着后面的保镖 头部砸了过去 无论是力道还是准头 陈博把握得非常好 沉重的水晶烟灰缸 重重地砸在了保镖的额头位置 陈博没留丝毫的力道 可以说是全力一击水晶烟灰缸很结实 居然没有烂 但是更让人诧异的是 这么一击下去 陈博居然没有脱手 而是把烟灰缸放回了茶几上 因为速度足够快 所以烟灰缸上 居然还没有来得及 沾血就被抽了回来 陈博此时依然坐着 而其他人则是掏出了枪 背后的保镖已经倒地了 陈博此时也站起来了 回头隔着沙发被看了一眼 又看向角落里的一个保镖 说道 给他包扎一下 红杉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笑眯眯地看着陈博 虽然就这么坐着 但是他的心里却在颤抖 因为他和陈博就隔着一个茶几 如果陈博从对面不顾生死地扑过来 自己有反抗的机会吗 就算是其他三个人有胆子开枪 自己能躲得过去吗 伸手不错 别干什么局长了 跟我吧 红杉杉决定先稳住陈博再说 什么级别 陈博问道 什么什么级别 给我当保镖 和他们一样 红杉杉说道 陈博摇摇头 说道 我这人喜欢当官 不习惯伺候一个人 红杉杉说着 站起来 弯腰将烟头摁死在了烟灰缸里 后退几步 看着陈博 继续说道 你真是不知死活啊 无所谓 就他们几个 虽然不至于弄死你 但是他们几个还是可以的 哦 对了 我刚刚来的路上 把我来见你的事告诉带兵了 他现在在对面当军阀呢 我也告诉他了 你要找他 我死了 他也会满世界找你 到时候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陈博说道 红杉杉重新点了支烟 看着窗外的风景 忽然问道 你的手机是不是静音了 陈博一愣 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手机 确实是静音了 微信里有十多个未接电话 视频电话 而且都是白姐打来的 陈博皱眉看着红杉杉 红杉杉指了指手机 陈博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 视频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而他距离手机有两米远的距离 默然地坐在椅子上 手脚被绑着 嘴巴上有黄色的胶带封着 此时 一个男人出现在视频里 伸手将白姐嘴上的胶带撕掉了 虽然白姐没有胡子 但是嘴唇上难免有绒毛 这混蛋用力撕下的时候 白姐疼得熬的一声 闭嘴 不想死就别叫唤 白姐也看到了陈博 两人终于在视频里见面了 你的人 陈博抬头看向红杉杉 皱眉问道 是 我的人 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这家伙也太慢了点 害你在这里等了这么久 不好意思 手下的人办事不力 红杉杉得意地道歉道 陈博看着手机 问道 你没事吧 借他们钱了 陈博这话问的 白姐有些哭笑不得 但是 这是他们仅有的传递信息的机会 于是白姐呼喊到陈博 他们要什么东西都给他们吧 救救我 求你了 陈博皱眉问道 他们要什么呀 我啥也没有啊 你要多少钱 最后这话是陈博问红杉杉的 向远舟说 白永年留下的东西在你手里 或者是在他手里 给我 我放人 如何 红杉杉问道 白姐听得见 所以她在电话那头大喊道 陈博 给他们吧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陈博盯着屏幕 看着白姐 白姐还在努力地扭动身体 陈博伸手挂断了视频电话 然后陈博对红杉杉说道 你们把她杀了吧 我什么都没有 也什么都不知道 陈博的态度 让红杉杉很是意外 她看着陈博 不一会 居然被气笑了 陈博不在乎白姐的生死吗 在乎 但是白姐的态度表明了 她想要的是什么 那些关于公司的材料 都在她的手里 她这次回岳城 就是为了去取这些材料来浮像的 过几天过境和齐先生分割 她如果想要放弃 根本不用搞这么一出 直接在被绑架的时候 就给红杉杉派去的人了 所以 不管白姐怎么说 怎么呼救 自己都救不了她 如果陈博在这里承诺了 或者是为了救她把这事说漏了 那她得恨自己一辈子 陈博太了解白姐了 可以说越是了解她的经历 就越不相信 红杉杉会干出杀人抢东西的事来 她要是有本事抢 那早就 把白姐打得遍体鳞伤的逼供了 何必再把自己请到这里来 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但是陈博也相信 就算是他们把对白姐用刑 白姐也不会吐半个字 还可能会想方设法 留下线索给陈博 红杉杉干不出逼供的事来 刚刚对陈博下手 或许只是为了另外上一道保险 一旦陈博被制住了 或许可以反过来威胁白姐也说不好 只是 现在只能是拿白姐威胁陈博了 可是这混蛋 居然对白姐的死活丝毫不在意 红杉杉看着陈博 问道 向远舟说的那笔财产 真的不存在吗 存不存在 只有向家父子知道吧 反正我不知道 他们夫妻两个 一个比一个有神经病 我哪知道 陈博不屑地说道 红杉杉重新坐回了沙发 此刻 陈博面临的危险 才算是解除了 因为那三个刚刚掏枪的人 已经撤出去了 那个被陈博砸了一下的倒霉蛋 也送去医院检查包扎了 红杉杉隔着茶几扔给了陈博一支烟 恨恨地说道 你让我损失了很多钱 我 不至于吧 我们今天刚刚见面 红先生 你这帽子扣的 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陈博故作不知地问道 向远舟死了 带兵干的 对吧 我想知道 带兵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对向远舟下手 我说过了 我对带兵这个人并不熟悉 他这个人很复杂 他本人是刁成双的情人 他的妹妹是省厅厅长施红聚的情人 我就知道这么多 你要是下决心查 还能查不到 陈博把带兵卖得干干净净这些信息 估计红珊珊早就知道了 自己再说一遍也无所谓 只是关于绝门的事 不能从自己这里露出去 他要查 那是他的问题 对于刁成双和施红聚 这些人都不是陈博可以撼动的 但是借力打力 倒是可以实施 反正带兵和这两人 是确确实实存在关系 如果红珊珊有能力 有意愿把这两人拿掉 对陈博来说 他乐见其成 在现在的体制下 有经济问题的 不一定有作风问题 但是有作风问题的 一定有经济问题 否则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们 那些年轻貌美的姑娘们 因为啥会扑上去 是因为缺个上了年纪的爹吗 不管是刁成双 还是施红聚 陈博对他们都没什么好印象 他们背后也一定有经济问题 就看有没有人查 有没有机会查 朱元璋对贪污者包皮田草莉 在县衙大堂里 警示后来官员 但是依然有人前赴后继的贪污受贿 每个人都在算概率 查到自己 那是自己倒霉 查不到自己 那就算是赚大了 一条鲶鱼 都能让改革的窗口左右为难 那么长时间 自己家人都说 脸上写着几个字 感觉贪了 但是依然难以查到底 说明啥 说明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B数 也怕被查者拉出来更多 所以扭扭捏捏 遮遮掩掩 这两人是陈博知道的 不知道的有多少 陈博不知道 所以借用带兵这个节点 卖给红杉杉一个人情 他愿意砸咬 那就看他的牙扣了 是藏整还是土狗 都不关陈博的事 向远周死了 我在加拿大投资的那些钱 走了不少不合规的路子 现在这些狗日的羊毛子要反悔 很多事我都是有心无力 又怕把这事闹大了 到时候更是麻烦 你说 我的损失谁给我补上 红杉杉语气清冷地说道 陈博看着外面院子里的几个保镖 说道 这样吧 过几天你派几个人跟着白杰回加拿大 向远周没做完的事 交给他做 他是加拿大籍 也一直跟着向远周 其实我更加倾向于你花点钱 支持他竞选省议员 接替他丈夫的位置 据白杰说 这些年向远周竞选的时候 白杰一直都是陪在身边的 可以说 那些选民是认识和熟悉白杰的 而白杰的形象比向远周还要好 就看你舍不舍地花钱了 红杉杉文言一愣 随即也陷入了沉思 好一会才问道 可行 应该可行 这也是挽回你损失的最好的方式 白杰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你得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陈伯说道 这话说的 好话伪话都让陈伯说了 要求红杉杉派人跟着保护白杰 省了情保镖的钱 还可以让红杉杉放心 这何乐而不为呢 红杉杉想了想 伸手在陈伯的肩上拍了拍 说道 考虑一下 跟我干 我保证给你开一个高薪 再说了 你将来也可以升官 先发财再升官 如何 陈伯摇摇头 说道 这种把脑袋系到裤腰带上的日子 我早就过够了 还是现在的日子好点 红杉杉没再说话 但是答应放陈伯走了 只是在走之前 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把带兵交给他 红先生 你要真想找他 派人去对面打听一下 应该不难找到他 指望我 我可是公务员 不是杀手 也不是保镖 对我来说 我没有抓他的理由 我咋动手 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来吧 我不方便 陈伯委婉地拒绝了 陈伯走的时候 连为白杰说句好话都没有 就这么湿湿然地走了 红杉杉送到了门口 看着陈伯的背影 消失在了小区的小道上 立刻给自己的保镖打了电话 把他放了吧 跟着他 看看他去哪里 跟什么人接触 不要惊动他 跟着就好 红杉杉说道 陈伯看到了门口 等着自己的汽车 钱志强一直都在 但是陈伯没有坐他的车离开 而是扭头从另外一个门离开了 这是给钱志强的脸色 你想让老子来就来 想走就走 哪有那么好的事 陈伯此时在想 要不要回去和杜清军合作一下 县里很多事也是可以妥协的 只要是杜清军做得不过分 想想办法把钱志强挤走 也不是不可以 至少让他知道 自己在福向县 也是一个可以决定 整个政治生态是否平衡的力量 钱志强在别墅门口等了一个晚上 也没有接到陈伯 给他打了电话 才知道他早就回福向县了 你这家伙 咋没和我说一声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呢 是吗 钱书记 辛苦了 红先生 他们没告诉你吗 他们直接把我送回来的 陈伯瞎话张嘴就来 钱志强虽然很恼火 但是自己把他骗到省城来的时候 不也是扯淡来的吗 所以在电话里也没说什么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齐先生和带兵坐在竹楼上喝茶 楼下的院子里不时有人开车路过 每辆皮卡车上都装着不少的货物 齐先生来了两天了 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这里不简单 而且经营的时间不短了 对面的带兵专心地泡着功夫茶 不断地为齐先生的杯子里蓄水 齐先生 你答应我的 加拿大的事情完了之后 就让我妹妹离开内地 现在 是不是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带兵将一杯新茶 端到齐先生的面前 笑吟吟地问道 齐先生点点头 说到这里的事完了 等我回去 他就可以出来了 你想把他接到这里来吗 不管去哪里 我都要带着他走 带兵说道 齐先生点点头 说道 没问题 回头就让人把他送来 我这人向来说话算数 只是 陈伯不知道怎么样了 看来那个叫红杉杉的 对向远周还是很重要的 不然怎么会揪住这事不放 说话间 手下来报 说又有一批货到了 带兵点点头 齐先生没吱声 他倒是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他现在担心的是 带兵走上邪路 毕竟这里可是有着悠久大烟文化的地方 一旦带兵走上邪路 做起了这种生意 自己在这件事结束后 就和他一刀两断 再不来往 你想死不要连累我 手下拉上来两个大行李箱 带兵点点头 手下就把行李箱打开了 一个一个的方盒子 两个行李箱里塞得满满当当 这些都是黄飞张要的 不是我要买的 也不知道他买这么多手机干嘛 带兵依旧是优雅的 为齐先生倒茶 齐先生一看是手机 心里松了一口气 带兵 有句话我要告诉你 这里做什么生意都可以 但是唯独有两样生意碰不得 你懂吧 齐先生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我保证不会碰那些生意 只要是能引起内地警方注意的生意 我一概不碰 就是灵敲碎打的走私点日用品 其他的 我不会碰的 带兵很笃定地说道 两人正聊着呢 黄飞张从楼下上来了 人还没到 声音先到了 我买的手机都到了是吧 黄飞张在楼下喊道 等他上来一看 满满两个箱子的手机 就摆在地面上 他拿起来看了看 尝出了一口气 说道 哎 总算是到货了 走私这么多 能赚多少钱 看到黄飞张满脸的贪婪 带兵不屑地问道 黄飞张坐到了桌子边的另外一张椅子上 毫不客气地拿了一个杯子 端起来喝了一口 品品滋味 放下 扭头看向带兵 我的带总 我这可不 就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你 为了我 带兵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质问道 黄飞张指了指大片的丛林 说道 这些都是给他们送礼用的 这是华为新出的手机 没有信号 可以拨打卫星 电话 你看看这地方 他们时常在山里钻来钻去 尤其是发生战事的时候 这些手机直接可以拨打卫星电话 比他们原来的联系方式轻松多了 他们急需一批这样的手机 对了 这是你给我批的钱买的 一步两万 从那些天杀的黄牛手里买的 两万 带兵一听他这话 立刻站起来 拿起一部手机 撕开了包装 左看右看 看不出什么新鲜的 黄飞张不管他了 扭头和齐先生说起这件事来 太贵了 带兵看后说道 但是自己留下了一步 贵有贵的道理 贵能救命 你要不要 对了 他们还需要一些无人机 我已经让人采购了 估计过不了多少时间就能送来 到时候我再给他们送过去 这些可都是以你带总的名义送的礼物 他们也会把人情寄到你的头上 你在这里做生意 难免要和他们打交道 这是基本交情黄飞张说道 齐先生看看带兵 说道 带兵 做生意你是好手 但是搞人情 老黄比你想得周到 黄飞张被老板表扬 有些得意 问道 带总 你啥时候有时间 我带你去见见他们 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这和内地一样 在这里做生意 不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咋行 带兵明白他的意思 于是看了看齐先生说道 我暂时没时间 等齐先生的事完了再说吧 我今晚要去一趟服装 陈波传回来消息说 他刚刚回来了 齐先生皱眉问道 白杰回来了吗